你看 邓泽琪在这场比赛里面节奏的打控能力 我在这场比赛里面 你尽管也往上跑 但是整个的进攻的路线 包括进攻的节奏 都在我邓泽琪所控制范围之内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在比赛里面 我控制比赛这种场面和节奏 这就是一种优势 我们看看 韩哥的观众已经不敢看了 崔几赫站起来没事 继续投入比赛 打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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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对方崔几货已经有点防备住邓泽奇这个腿部的杀伤力度 因为从观众的表情我们看的已经很清楚 他们都在新城崔几货 你看 一旦邓泽奇踢嘴的时候 崔几货都往后退 就说明邓泽奇腿部的杀伤力太强了 邓泽奇到这个泰国训练之后 他的腿的硬度杀伤力更强 更强 吹起签力还能站起来吗 现在场上裁判已经被吹起了点了了 这个比赛的胜负已经出现 因为只要场上裁判给选手多秒 对方将会控制两分 比赛结束了 邓泽奇高高的举起双手 电视机前的您 已经能够看出这场比赛的胜负已经是谁 我们看到韩国的美女已经流出泪水 他们知道 崔几货已经输了 出的他们 伤心 出的他们 落泪 崔几货低下了头 美女们也低下了头 而邓泽奇高高的要举起双手 这场比赛的胜者王者就是邓泽奇 尽管裁判还没有判法 这个结果 但是我们从场上表现已经看到 因为在 场才给崔几货独秒之后 已经知道谁输谁输 这样的话 邓泽奇在客场战胜了崔几货 赢得了这场比赛 男子63公斤级的胜利 他还不开心 还觉得不过瘾 我还要向观众朋友们展示 我还有多么充沛的体能和力量 我还能继续打 亲爱的朋友们 你现在收看的 金星纯升冠名的武林峰 这是WIF世界自由搏击理智会 在韩国首尔为你呈现的首场 中韩队杠赛 下面这场比赛是 整场赛事当中 最受韩国观众关注的这场比赛 因为这场比赛 登场的韩国运动员 是一位大明星 他是韩国搏击界的 酵母级人物 第一位韩国的女子职业选手 和他对阵的 是他的每一场比赛 让中国观众都非常放心的 中国勇士 毛你 这场比赛是一场比赛是一场比赛是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是一场比赛是一场比赛 大明星 大明星 出席 出席 第一次来韩国并且第一次采访我我其实挺紧张的但我现在的身体状况非常好为了参加这次比赛我已经准备了很久我相信打比赛的时候我不会有压力的首尔是时尚之都商场非常多其实我和好多韩国女孩一样都很喜欢美平时没有训练的时候最喜欢去逛街听说这次比赛我的对手是中国勇士 很厉害所以我把他曾经打过比赛的视频放到我的手机里每天都看认真地研究他找他的弱点有的时候累了不想训练的时候想想强大的对手我就又有动力了很期待和他比赛 林秀婷是韩国搏击界女子第一人韩国男性都指导他他对培养其他女选手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他还参加过韩国电视剧和泰国电影拍摄我们都非常喜欢他 在擂台上我觉得我身上有说不出的力量我觉得我就是为搏击而生的 我会参加过韩国电视剧和泰国电兵 在码军电视剧和泰国电视剧上的第一名 我们开球舞台并不动 我会参加过韩国电视剧让我带你来的 我们要希望你会参加科兴刻的是 幸福可以参加科兴国电视剧在第一名 日本电视剧和泰国电视剧 海交电视剧 波电视剧 比赛 超越大 球量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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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